大家好 我是思思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濟州島行山的經歷 濟州島對於韓國人來說最有名的一定是看海 不過我們這些香港人經常都可以看到海 所以我對於它的山比較有興趣 濟州島是韓國南美一座小島 很久以前由火山活動形成 所以島上有很多座火山幽 而今次我們要走最高的一座 我們現在就出發了 現在是早上五點半 我們就來到金鋒機場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濟州島 我們是四點半就出門口來 我們的機器好像是七點四十分 真的應該不用這麼早 因為內陸機是可以慢慢來 不過總之我們也是到了 我是牙都沒擦頭又沒梳 還有一個悲悲消息 就是我和冬菇昨天吃錯了東西 之後也吐了很多 所以狀態不是那麼好 原本打算今天走一個山 明天再走一個 看來現在可能要放棄今天那個 我想我們下飛機之後再看看情況如何 就是這樣 剛剛下了車了 不過呢好像下了機之後 身體狀態是更加差了 然後還有呢 這裡的天氣呢 今天就不是太好 真的很多雲 所以 就 不知道去不去行山口 最後呢 我們也是開車來到登山口 我 不過還是有一點點不舒服 可能未必走完整段 不過這一段呢 算是短的 上去就一個半小時就上到的了 現在我們在這裡準備著 因為太冷了 我們不想出去 所以就躲在車那裡準備 Hello 我是思思 看到我穿這麼多衣服 就知道我去了一個很冷的地方了 就是來了濟州島行山了 那我們呢 就會走去最大的一座山漢拿山 不過呢 它也有很多course的 而這次我們就走一條最短 還有風景最美的 就叫做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啦 在入口處呢 會有一間店舖 還有廁所 那如果呢 有些什麼呢 都要在這個店舖先買 因為上去那個 就只是shelter 沒有東西賣的 這裡呢 這裡呢 11月到15月呢 最後的遊場時間呢 是12點了 今天呢 我們就在這間店舖上去 然後呢 之後呢 大家就在這間店舖上去 開始去上彈 哈哈哈哈 都是會很少研習鏡一樣 有些牌呢 在這裏趕到 有什麼動物和植骨的 因為可能上到上面 會更加多積雪啦 我們呢 就在這裏著冰爪啦 這裏的路呢 主要都是鋪了一些木頭 但是有時候有些石頭 所以都是上梯級 哇 回頭一望 還有一個瀑布 在這片藍色的背後 其實也是一個挺恐怖的傳說 有一位叫雪門大姑的媽媽 她有500個小孩 煮粥給小孩吃的時候 就不小心掉進鍋裡死了 而小孩不知道這件事 竟然分了一些粥來喝 最後一個回到家的小孩 發現鍋裡竟然有些人骨 所以就知道自己媽媽 是掉進鍋裡死了 她覺得自己的兄長 吃了媽媽 就沒辦法再繼續跟她們一起住 自己就搬去遮龜島 而她的兄弟呢 也走到上漢南山上 變成岩石 所以這片岩石 被稱為五百羅漢 上來反而沒有船 變成只剩下木 走走走又來到第二個景點 屏風岩 這片岩石 因為上面的摺紋好像一個屏風 所以就被稱為屏風岩 她是被稱為眾神居住的地方 因為就算去到夏天 她也是會被雲包圍住的 這次是我第一次穿冰爪行山 其實有點不習慣 因為可能這裡的積雪不是很厚 所以反而是倒刺到我自己的腳裡面 而且特別是這些有木橋這些位 木路這些位 就更加好像走得不舒服 好可愛啊 這個學生在溫書走山 再看一次地圖 約30分鐘才到 因為我們今天又吐又吐 所以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沒吃過東西 狀態不是太好 不過我也很想上 這裡有冷參樹 但不知道哪些才是 全部都是白色的 我們上到1600米了 如果要上到我們想去的小山目的地 就是1700米 所以只有100米而已 其實原本今天天氣不是很好 然後有一點點藍天 不過現在又很大霧 怎麼了 這裡有個鐵欄 但好像剛才的風景是漂亮一點的 原來這個高原也很特別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植物在這裡 不過我們就這樣看 白色小的片也分辨不到哪些是哪些 有個人畫了一個漢拿山在這個牌上面 我覺得上到來山的路 反而更容易了 因為他們全部都鋪了斬斗在這裡 所以就沒有剛才一開始那些 真的山路那麼難 其實都不難了 我兩個都 我看到有很多不是走開山的人都來這裡 其實這裡的積雪都很厚 不過可能因為中間那些路 那些人經常走 所以就沒有什麼雪在這裡 我們就是要去這個 Mister Uruna 走這些木路 然後呢 走山上這個位置 蛇卡住在那些縫隙 Oh No 我們現在走進去霧那裡 可能一會兒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在雪地走山 一定要帶太陽眼鏡 因為雪會反射一些光 那塊石上面寫了就是這個流水的名字 它就是鹿仔的水池 可以是這樣翻譯的吧 終於就來到了 後面有個小屋頂的位置 就是shelter了 唉 可以進去休息一下 剛剛給我吃完 吃了一個冰酒 準備下山了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太多力了 我們順便出來看看 這個房子會高一點 1700 這裡後面就是白綠潭 就是漢娜山上面可以看到的那個火山口湖 下山的時候冬了很多 可能因為大風了 唉 幸好又帶到一件衣服 我們走完下來 我們上去應該差不多三個小時 下來呢 2點到4點 都用了一個半小時 很長的時間 現在就去hostel那裡休息 還有可能買點東西吃 不過我也不太吃得下 這裡泊車要付錢的 1800W 如果想來這裏行山除了自駕之外 還可以坐巴士的 就是坐240號巴士 不過巴士站距離山路入口有點遠 都要走大概15分鐘才能進去 而且巴士很疏的 一個小時多一點才有一班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兩晚的住宿 線路作樂隊 開示範圍 평述 我們做的 我們開示範圍